走在吃瓜的前端 看这俩直播 真的是没把广大网友笑死 火宝杨子竟然也知道 娱乐圈这个2023年 天降紫薇新的梗 姊妹真的是舞技冲浪实锤了 不仅走在瓜田前沿 还对景伯然自信的放话说 这个2023年的世界巨型 不是你就是我 咱俩谁都行 只要有一个成了就行了 听姊妹一席话 还真是一席话 景伯然听得云里雾里的 但手上的收红包的动作 可不会听 景伯然甚至还问杨子 是不是最近手头有点紧 景伯然的言下之意 就是红包发烧了 可杨子是谁呀 玩耿小天后 任何耿都不会掉在地上 这不杨子这个小机灵鬼 就反将一军景伯然 我知道你过得很辛苦 连五毛一块的都收 咱就是说 别的CP合体直播 都是甜甜的画风 怎么到了杨子景伯然这 就成了大型三民精密会呢 难不成 杨子又跟男明星 处成兄弟了 不不不 这次还真不是 景伯然特意为杨子 跟谁都能处成兄弟的说法 进行了一个澄清说明 景伯然表示 至少我没把杨子当成兄弟 我的第一部电视剧 就是跟小杨子合作 隔了将近有十年的时间 才与杨子赞续前院 合作女心理师 在我的心里 杨子还是一个小女孩 是一个让人宠的小妹妹 听据一句话 网友们才真的放心了 不把杨子当兄弟的男一人 终于出现了 而杨子对景伯然的评价 也是十分高的 那么喜欢就在一起吧 只是景伯然说好的不当兄弟 结果还是把杨子 给促成了兄妹了 和杨子第二次合作的感受 还是没把姊妹 当成一个真正的 使君利敌的女人 仅仅是作为一个大哥哥 对妹妹有的那种亲切 景伯然也没有想到 这一次的合作的女演员 会是杨子 因为在她的心目中 杨子一直都是十七八岁 二十多岁的小妹妹 和剧里的人物性格很不一样 直到杨子有一天 主动在景伯然面前爆料年龄 景伯然才恍然大悟 原来杨子都已经二十八了 已经从一个小妹妹 变成了一个大妹妹了 但是在接触的过程中 依旧觉得杨子是小孩 性格还是那么活泼 景伯然与杨子之间 也太美好了吧 虽然不是爱情 但是有一个人 能十几年如一日的 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妹妹 也不错的样子嘛 好啊